这是技术头条的一个热榜 没想到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是重口味的男人啊 27年前 竟对一位52岁的老女人有了想法 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好一个川建国同志 真这么饥不择食吗 4月26日 美国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的法庭上 美国79岁女作家卡罗尔 在律师陪同下 面对法官 他声泪俱下地控诉了前总统特朗普 对他的性侵过程 重点是很多性侵细节 卡罗尔在法庭上说 我和他一起走进了更衣室 结果特朗普一把把他推到墙上 并实施了性侵 他又说 我到现在都能感觉到特朗普弯曲的指节 真不愧是女作家 这细节说得太细致到位了 27年前的细节 他愣是能记得这么清楚 27年前你不告他 现在出来告他 19年卡罗尔首次公开指责特朗普强奸他时 特朗普却指责他撒谎 他就是为了卖他的书 他不是他喜欢的卫星 拜登一宣布参加竞选 老特的绯闻就及时的都冒出来了 两个老男人之间的龙争虎斗太有看点了 太有看点了 也许他们真的有交往 你看自己说那么两人共同走进更衣室 更衣室你共同走进去的你就难说强奸了吧 有那些个事儿也许真的有 但这些个好像对于特朗普的一些粉丝 没什么作用力 那有什么用啊 讲这些 大家都接受而已 你告吧 告也接受 告就告吧 谁不喜欢这种领导人的八卦 大家都喜欢